武汉肺炎防疫期间不少人担心 万一衣服上沾染了细菌带回家该怎么办 洗衣达人就教学正确的这个洗衣杀菌的方法 可以用洗衣精或洗衣粉调和双氧水跟洗碗精 以6比3比1的比例来制作洗涤剂 达到去污杀菌又去油的功效 不过洗衣服更重要的是 其实是洗衣机也要定期的清洗 防疫期间就怕衣服附着细菌成为防疫死角 达人只要学洗衣前的这一步不容马虎 洗衣机内倒入去垢炎最小浸泡4小时 可以的话浸泡半天效果更好 浸泡完毕再反复清洗两次 让洗衣机不藏污纳垢才能让衣服醒得更干净 洗衣的频率我们都常常会建议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刷汉水可能要加多一点点 就是加到加它的三成左右 而洗衣机洗完衣服的洗涤剂有私防抗菌配风 用洗衣精或洗衣粉搭配双氧水和洗碗精 以6比3比1的比例调和就能去无杀菌又抗油 双氧水其实如果说我真的害怕的话 我其实可以再提高 建议不要超过到五成 那就有点会许会太高了 你可以最多再加到四嘛 至于洗衣正确步骤不妨考虑 注水后让衣服只先简单洗个五分钟 就浸泡20分钟 让洗涤剂能深入衣服深处 之后再洗净 杀菌效果会更好 等洗完衣服阳光就是你最好的杀菌机 又或者衣服晒干后用熨斗高温熨烫 或者用烘衣机高温烘干 也都是面具关键 非常时期 衣服怎么洗也成为民众居家防疫 关注焦点 记得陈水晨英国新闻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菌机